选票还有得吵 但是目前的态势又是如何呢 拜登在拿下铁锈带的密西根州 跟魏斯康星州之后 其实他距离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 几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只要再拿下内华达的6张选举人票 就可以让川普连任之路 因此梦碎 而川普充其量 最终也只能够拿到268张的选举人票 可能只以两票之差 因此隐恨 美东时间4号凌晨2点 川普在白宫率先发表胜选感言 话才说完没多久就猪羊变色 香槟能不能开得成 还要问问铁锈带这三个州的选民 最后决胜关键就在铁锈带 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 拜登稳骚胜券 即使宾州被川普拿下 CNN最新计票显示 拜登目前握有253张选举人票 只要再拿下这两个州就达政 已经有媒体在亚历桑那州盖牌 宣布这11张票是拜登的 拜登只插内华达州的6票 刚好碰触到270票的当选门槛 等于提前宣布胜选 最后结果有可能是270票比268票 拜登以两票之差将川普请出白宫 刘雍伟编译